真是的,還沒開店舖的 你是誰 我呢? 怎麼了? 老爺 只有你一個人嗎? 又不是小孩子? 為何不回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老爺 就是說如果老人家要回來 你給電話,我們去接你 行… 坐下…慢慢休息 好… 我倒杯茶給你 好…放心… 我見到老爺了,他安全到家 好…就這樣 老爺,你回來也跟媽媽說一聲 他真是很擔心你 他有沒有擔心?多餘 是 老爺,來,先喝一口飲水 他們兩個老爺是不是有喵煞 所以要找離家出酒? 不是 媽媽說這一陣子她突然掛著家裡的收藏 說想回來檢查一下 難怪剛才他在他那裡找東西 你要找東西也不用現在的時候回來 整個早上都來我回來了 現在幾點都你看看 老人家是這樣的 心裡面有事就整晚都睡不著 坐在那兒等天亮 不過幸好 老人院夠貼心 特意派一部車送到他回來 你不要回來了 老爸… 可以了嗎? 老爸… 怎麼樣?你看你拿著這麼多東西 你叫我們去接你 一個人就繼續回來周圍走 老爸…你呀…不跟以前的了 熬日都不回來了 老爸…那麼浪費我了 不…不… 老爸…你…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大伙子是關心你 對了,爸 你…早晨你還沒吃早餐吧 趕快點吃的 大嫂子就懂得做 不過我…都沒…沒…沒…沒嫂我 說完這些無謂廚房 老爸都安全回到家了 說回正經 老爸… 你了? 是否掛著我 掛…我們個個都掛 是… 你個個這麼大,我就掛甚麼 我掛甚麼 就掛我的屋子床下的寶貝 不要搞懶就行了 這些老爸…現在越老越發展行 他的藥品有一件是真的 你們都發財了 我們大家不揭穿他 我… 二嫂子… 我昨天說甚麼 我…說我嗎 不是,爸…爸你誤會了 二嫂子說 你看你好不容易回來一趟 看給你做點啥好吃的 是… 是這麼說的 阿光… 你陪下房… 看看你寶貝… 好…來,我扶你油 不要… 喂… 喂… 做事吧 哥哥怎麼樣,星期王 我去洗手機 可以陪爸爸 好… 咱爸回來,就是不一樣 吃飯的氣氛都熱鬧了 是… 雖然咱爸喜歡撈到 還要教訓人 那哥兒子的 越來教訓越開心 那就是… 甚麼? 早啊? 過我們這樣的年紀 還有爸爸罵 是福氣來的 如果他再打你兩夜 那還好 爸爸打兒子鍛鍊身體 聽說過 對… 這麼想 對了,趁著阿藥 帶咱爸去串街房 咱幾個醫師不應該合計一下 給咱爸一個傻驚喜 你這個沒用耍主意 幹甚麼? 你…你幹甚麼打爛爸爸的花瓶 爸爸是心肝寶貝 你… 煩了 這個好看的燈 我本來打算 爸爸的房間很長時間沒有人住 我又看見有些沙 就拿個抽濕機進來抽一下他 怎料這條線 最壞的這條線 我看見有些沙 好心理 爸爸就是不放心我們 才特地在老人院回來 檢查一下他的收藏 你就好了 碰到這個時候,你才來打壞東西 爸爸 你老婆剛才才問我 老爺回來給她甚麼驚喜 這人有驚喜 其實我是很小心 我想起這個花瓶來了 是咱爸用三個月的退休金買的 當時買它的時候 我跟媽媽弄了半個月的矛盾 對… 老爸擺了十多年了 甚麼事都沒有 你偏偏等到老爸回來的時候 你才打壞他 打壞了甚麼 老爺… 老爺… 來… 誰打壞的 不用問吧 看表情就知道誰打壞的 我…是我,我知錯了… 你這個臭小子 吃東西不做事,做東西打壞的 是誰呢,這一断小子 趕快鬆 老爺,慢著… 抬起雙腳 摸這個 把他拔 侷著… 會被侷懷的 老爺,把他拔 臭小子 哪個家? 老爸,我也聞到這雙鞋子很臭 你先坐下… 老爸,打仔了,斷亂身體 沒事了… 早安,老爸 甚麼? 這真的是景德鎮的古董? 當然了,是景德鎮的官僑 是幾百年了 幾百年了? 是呀 不是的,老爸,有些不妥 幾百年的官僑? 老爸,那時候是用簡體字做印章 你看看,那麼適合? 是呀,製造的製字 應該下面有個E的 是呀,你… 為甚麼這麼簡體? 老爺,你被人騙了 是嗎? 還要印在裡面 是呀 這次要不然阿祖打破了 我們也發現不到 是呀,老爸,我是有谷之人 還好我把你打破了 如果不是,你真是傻子 被人騙了 有時買古董的東西 老虎也會眼睡 是嗎?專家也會看錯 有時說句不好聽 放了這麼久,是有感情的 如果有感情,用錢買不回來 老爸說得對 老爸,說什麼也對 是呀… 阿祖,別說那麼多 反正我家裡還有寶貝 在床上拿個盒子出來 還有寶貝嗎? 是嗎? 是呀,有個箱子 老爸,只有這個盒子 是呀 怎麼樣? 快點打進去 行 又有個箱子 老爸,是不是這個? 老爸,你戴上去妝給你看 算盤? 算盤嗎? 又是古董? 老爺,你會不會又是被人騙的 你去拉叔檢驗一下 別說,這個算盤是很值錢的 我幾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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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你知道嗎? 三萬? 三個億 甚麼? 三個億? 吃飯 好了,來 難得阿拉大出血,你多吃點吧 你真的不要來聰明 你叫老爸自己剝蝦,你真的不會剝蝦嗎 老爸,我幫你剝蝦 拆蝦 不要拆蝦 吃完飯,我處理完的事 就會回到奧路院 這麼快? 半夜好不容易回來一趟,再多住兩天 公不離婆,就清不離陀 老爺一天不見到我們奶奶都心掛蝦 這也是 我們這麼好,都代替不了媽媽 在爸爸心目中的地位 老爸,如果你要回去 我們也無謂強勁留著老爸 這些叫甚麼?孝順孝順 除了孝,最重要是個順子 要順著意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一會兒我便開車送老爸回去 這樣,我家裡有些收藏 我家裡有些收藏,就意好每房人是一人一份 免得你們不見了就有吵架 知道嗎? 怎麼樣?怕負責嗎? 不是…老爸 你覺得怎樣合適 你就怎樣安排吧 大家說是嗎? 好,吃完飯後,我逐個逐個進入房間 好… 吃飯… 先吃飯吧 吃飯… 大哥,你進來這麼久了 會不會老爸這次有很多金銀珠寶 讓大家睡覺 你看看我們幾兄弟 在門口等老爸一一傳召 我忽然覺得好像電視劇中那些皇帝要駕崩的時候 那些皇子在外面就出車轉 然後就… 你的嘴巴真是臭的 真是活該老爸打你兩人 打得少? 只是壞人說話好準 你真是 開玩笑,不用這麼認真嗎? 好好笑嗎? 可以… 老爸叫你 到我了 好… 大包,這麼大傷肯定很重 那是甚麼? 就是…老爸交代過 他說各人有各人負責的東西 所以就不方便跟你分享 老婆,回房間 給你,謝謝 懶惰神秘,看也不讓他看 有甚麼秘密 老爸最喜歡就是整色整髓 那老爸就順下意,顧弄完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老爺打算在甚麼之前 就把家裡的家當 全部分開給你們 好好地,以後不要爭 那你還不明白? 老爺,你這樣說真的像塵茶一樣 但是你老爸那些所謂古董 真的不像真是假的 對吧?還有,加加賣賣 也不知道值多少個錢 你還指望他發財? 算我說你應該這樣 兄弟,對吧? 那就應該大家都攤開來 太公分豬肉 人人有份攤開來這樣才… 是,三叔 阿拉,到你了,到我了 怎麼了? 你老爸不是按純罪一二三四嗎? 我跳幾個這樣… 那好像不太好 那我不知道,老爸這麼喊 三叔,這是甚麼? 來,給你看 這麼大方? 那我又不看了 三叔,不過你大哥,兩夫妻 很神秘地拿著一大箱東西 看也不讓你看,就躲進房間了 是嗎? 老婆,這把算盤值不值三個億 我就不知道 但是爸爸交給我那時候 真的很正重其時地交代 他說這把算盤交給誰都不放心 一定要入我來保管 是因為你人信得過,還是因為你是長子? 這個我又不知道 總之,他就覺得這把算盤真的很值錢 那咱爸既然那麼強調他值錢 那咱爸還是當心一點 就當他值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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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一點,小心 嘿嘿嘿,別動手,別動手 什麼事 有些重要的事想和你聊一下 我想問問你 你爸爸聲稱的價值三個億的那把算盤 是否在你那裡? 不是在我那裡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都不見了 我想在大哥或阿三那裡 你怎麼想找?大哥 三叔一定不可能 因為我見他剛才拿出來的那箱東西 就不像是算盤的 你沒有,我沒有,會不會在你大哥那裡? 二嫂,你忽然關心這件事 是甚麼意思? 不是 你老爸說的那把算盤值三個億的 你真是不發開口夢,真是 你腳趾數了 不是,我…我爸爸哪有這麼貴的收藏 不過這件事真是我害怕 我爸爸會不會得到妄想證 我也知道你爸爸的算盤 我爸爸的算盤不值這個價錢 但是這樣,萬一他值三十萬 三百萬呢?是嗎 你的意思只是說我爸爸偏心 那偏不偏心這件事 我又不妄加結論 但是這件事放在心裡 你總是很私宜 就算了,算了,不跟你說了 免得被你大哥的夫妻聽到 又說我在這裡搞事搞非就不好了 你沒事吧?走吧… 你說完了? 說完了 好… 你就別在這自己瞎琢磨了,好不好 好,乾脆去養老院找咱爸問清楚 不更省事 那不是那麼好 兜口兜面去問爸爸 到時候爸爸以為我很貪財 你咋是個死腦筋呢? 你就不會碗轉一點問 像二嫂那樣 東扯西扯扯一大堆 然後假裝再問起這事 咱爸不就不會懷疑了 是喔 讓我想一下,怎麼跟爸爸說 等我問清楚了 對大家都有個交代 對呀 你說這要是個不值錢的東西吧 也就罷了 要是真值這麼多錢 那咱應該跟大骨坦白說清楚是不是 那將來咱爸怎麼分是咱爸的事 別捅在屋簷下 搞得人心得肚皮,多鬧心 好,等著,做事 你老公什麼時候回來啊,肚子 大伯 大哥,回來了 大哥,大嫂說你去了養老院 老爸說剛剛回來了 為何又叫你過去 他…那個是…是咱爸 在家拿了東西讓老公送過去而已 對呀 我剛才回來的時候你就塞車 車又焗了,我進房間休息一下 大伯,你是不是中暑 你不會煮,我拿兩片藥給你吃 不用… 出事了… 老爸又是習慣成自然 每次都叫大哥過去 話說他最不方便,又沒有車 我想你老爸是這麼想的 你和阿拉兩個工作又繁忙 時間又不要控制 大伯的工作很自由 怎麼會這樣 不是 你老爸指使大伯做事 那為何不告訴我們 你不覺得奇怪嗎 對呀 進去… 老爸真是神經病 這麼想要… 你不然… 我不是很想要… 你會這樣… 你一定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這樣… 對呀…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不覺得…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我不會這樣…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禰西芹都尊重 Walker 你禰西芹都尊重 他心想一心 你禰西芹都尊重 我禰西芹, 我一瓶子 你禰西芹就尊重 我禰西芹, 你在碰西芹 你要做嗎? 沒有, 我打算開個家庭會議 不然跟大家說清楚那個算法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奶叔回來了 糟了, 小心, 手很到了 奶叔, 你拿了我的東西 我們去鑑定…鑑定要怎樣? 二嫂,你真是… 發開夢了 我鑑定的朋友說 他說我們兩房人 加上這一堆東西 裡面只有一個清末的煙斗 稍為值閃一點,幾百元而已 其他就是放在家裡也嚴牙釘 怎麼搞的?才值幾百元而已 跟大伯的算盤來比的話 零頭也沒有 雄人不同命 我們就是買餅就穿路 買借就生蟲 想這一輩子農村諷 不用指望了 恭喜你,大哥,你撿到寶 我就是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想法 才叫大家坐齊在這裏 三口露面說清楚它 那樣,不管那件事值多少錢也好 我都不會一個人獨吞的 大哥,要不要這麼認真 我兩個人說事在那裡潤氣而已 可是玩笑開過了,他就不是玩笑了 大嫂,你什麼意思? 我老公剛才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算盤真的值三個億的話 我們不會獨吞的 二一天做五,大家平分 是不是這個意思,老公? 沒錯,就是這個意思 原來剛才你們夫妻入伙 密針密針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這個算盤真的三個億這樣算 那我們四房人 那就是每房有七千五百萬? 發財了 不要再開玩笑好不好? 好 這樣大家不要猜猜一下 乾脆,拿這個算盤去做一個鑑定 值三個億也好,值三萬也好 大家心裡便有數 大哥,不用了吧?你認真的嗎? 當然是認真的 當然了,做人家要認真一點好 對吧?來…叔 一於你們再請你那個鑑定的朋友 鑑定一下算盤,對吧? 如果他真的值三個億 鑑定一下,現在快點拿去遺囑 你爸爸在未去之前 快點拿去遺囑 才行 鄉總 你玩我嗎? 拿一把現代工藝的鑽盤 來給我鑑定? 吳家叔,你說現代? 這把東西 最多六七十五日市 你怎麼說 如果放在其他人家裡 早就當作燒 難為你們放到現在 別說三個億 三元雞,沒人要 不會吧 不過… 嫂子,難道爸爸在女兒 真的閒得沒事 就想些事來玩我們嗎 當然了,爸爸那麼大證明 不是,問題是他這樣玩 反發了,甚麼目的呢 說明你跑 交換一下 …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